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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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现场为您邀请的这个来宾 人生历经了蛮多的坎坷 不管是他的成长过程 或者他之后结婚 照顾夫家 都很辛苦 甚至在做一个妈妈 他的孩子也很不好照顾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一度苦到他连怎么笑 他都忘记了 现在却又怎么把喜乐找回来的 今天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刘百合 百合姐你好 你好 说小兽就很苦 因为家里头环境不是太好的 对 现在几个孩子 三个 我两个弟弟 两个弟弟 所以你是最大的 对 有的时候 在家里头最大的 通常真的是要负担比较多的家务 小时候大家都一起玩 都在田里面玩 然后到小学 大概三四年级开始要帮忙做家事 要喂鸡 要喂猪 对你来说 那个年纪会不会觉得有点辛苦 小时候都很乖 爸爸妈妈说什么都OK 不懂得埋怨 也不懂得顶嘴 不敢 就理所当然 就应该要这么做 多大开始出去工作的 大概是国中毕业 刚好有学姐来学校 问说要不要参加建教合作 就跟着去上班了 去上什么班 在房纸厂 办公办读 早上六点半到下午两点半 下午两点半到十点半是中班 夜班是十点半到第二天的六点半 照着三班一个礼拜轮一次 那你不是还是学生吗 建教合作还是要上学啊 要啊 就是空档的时候上课啊 没有放假 我印象好像是过年放一天 端午节放一天 中秋节放一天 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休息 那时候年纪小 也看大家都像上 觉得好像都一样 那后来好像变成去 又学美法了 离开了工厂 因为我公司一个同事 他家在做那个 新娘礼服出租 那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 有一季职场也不错 所以就想说 那我到底我可以学什么 可以做什么 然后突然间 我们附近有一个小店 在整学徒 我去问了以后 我就去学 学做美法 学做美法 做学徒也是辛苦 对啊 那时候辛苦到 我觉得这个手 做洗头洗到整个都烂掉 晚上要回家要洗澡的时候 冬天 这个手指都裂到 我毛巾不敢去摸 对 那有 老板有教你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以前 老板不太需要 因为以前也没有那种考制制度 也没有 都是师徒相受 所以我们要去 我们眼睛要去看 要很仔细去看 不见得老板会讲 所以很多很多小小的细节 我们要自己去学 要去揣摩 但你在那个过程认识了先生 在乡下有很多的婆婆妈妈 她们都很喜欢这种洗头妹妹 她们一天到晚都带 我跟你说 我认识我的孙子给你 还有我的儿子 对 她们就在美容院一边洗头 然后一边就开始画家常聊天 然后就开始 这妹妹还不错这样子 很乖 其实我跟她认识没有很久 认识大概四个月 她阿嬷病得很重 她一直希望我可以 看能不能重洗嫁过去这样子 才四个月 对 我害怕 那你怎么还答应呢 因为我先生他 我就心很软 我看他这样子 看他好像很难过 我不晓得 可能同情 我不知道 我那种心态 我不晓得什么想法 后来是因为我妈妈 去庙里面拜拜 去求钱 求了钱以后 她觉得说这个 这个是 这个差三岁是OK的 是很好 我觉得爸爸妈妈觉得可以 阿公阿嬷说好 对 那你就好了 应该是这样吧 谢谢 你好乖 再见 我们好棒 你好棒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你很棒 帮我 倒进去 倒下去 香葱 会不会 谢谢 谢谢 好 当年刘百合每天煮饭烧菜 养儿育女 原本以为日子就是如此了 没想到第三个孩子出现异状 整个家天崩地裂 里面很大的冲击 他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 对 为什么是我或者这个孩子 为什么会这样 对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百合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很勇敢的人 对 他就觉得 这个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我要去面对 我要去尽其所能去解决这个 我觉得妈妈那时候说 他们无论在经济 然后在医疗的费用 然后尤爸内心的 妈妈有讲说 爸爸尤爸他就是痛哭 他们是几乎把所有的费用 就是花在捐好的上面 所以他们就心心想 怎么样可以救这个孩子 就竭力 就是竭力的去进 可能的去让他的医治这样子 人家有的带这个小孩子 如果回来跟公公婆婆煮饭 还是洗电扇 会有骰态 他都没有 他都默默的这样做 他自己讲 我的命嘛 我们就要认命 我就讲说 很感动 生到这个小孩子 带得那么辛苦 他没有余悸埋怨 也不会说把脾气 发在别人的身上 他还是默默就这样做 还要做头发 客人来还要去跟人帮人洗头发 他讲起来还是蛮乖的 刘百合这一路成长过程 其实都是很温顺 乖乖的 人家说什么他做什么 结婚了之后 没有多久当妈妈 后来孩子也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 有状况孩子是老三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最小的儿子有一些状况的 产检的时候都很顺 都很顺畅 都很顺畅 都没问题 我不晓得哪里出问题 那是刚出生 那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第二天晚上 叫我们要转去 那个交互病房去 新生儿交互病房去 所以是出生之后的第二天 出生那个当下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没有问题 结果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 为什么要去抓互病房 我那时候我刚好生完孩子以后 因为没有病房 我就可以回家了 那我小孩在医院 那医生是说 通知我先生说 那小孩子好像会 身体会这样抖动 抖动 好像一直往右边侧 这样一直抖动 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后来到医院去 转院的时候 他就去交互病房 帮他衣服脱下来 他发现说 这个左边的背后 有一个黑心上手掌一样大 他可能是因为痛 他才会一直往右边侧 为什么这样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个黑心好像 也一个礼拜多久就滑掉了 是 后来在交互病房就 做一些检查 就说他脑部的放电异常 刚开始是说 脑部好像有血块 后来几天又说 好像剩下水 后来说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不晓得 你们刚听到 孩子好像有一些状况 心里觉得 非常害怕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孩子很漂亮 他脸型非常漂亮 我不晓得哪里有什么状况 就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常 健康的孩子 对 对 那在交互病房的时候 全身插管 那新生儿的交互病房 那进去的时候 公公跟我说 你看不用担心 我们的最大支 因为他三千五百克很大 正常的还是进去的 因为其他还有很多 有那三四百克的 一千克的 所以我们那个很大 我公公说 那个班长没有关系 因为在交互病房 这差不多一个月吧 班长后来就觉得 有比较好了 就给他出院 他都有固定 给我三个月回去门诊一次 到大概六个月 医生在检查 就说应该没有测到 不正常坡了 他说看起来还不错 他说恭喜你可以毕业了 那时候听到可以毕业很开心 对 就一回来 大概一个礼拜吧 就突然发生感冒 是 一感冒就发烧 发烧就全身抽搐 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抽筋 眼外嘴斜的 那个口水一直往旁边流 全身在抖 我还不知道那什么问题 赶快带去挂急诊 那一次去急诊 在交互病房就住了 给他全身麻醉一个月 一个多月 全身麻醉 所以医生有说 到底这孩子是什么状况吗 刚开始医生也在猜测 他也不太清楚 因为他觉得说 因为脑部只要有缺氧以后 就叫做脑性麻痹 后来他还跟我说 你这个孩子可能以后 要领一张多一张手册 多一张身份证 我那时候听不懂什么叫 多一张身份证 他跟我说残障手册 我就问医生 我什么叫残障手册 他说身体有障碍 如果不会恢复这张手册 跟着一辈子 你听到了呢 听到 那时候我常常在棉被盖子哭 我先生在车里面哭 因为我们都不太会把这个孩子 事件讲出来 他常常好几次 我是听我小姑跟我讲说 他在车子里面发飙在那边哭 在车子里面把门窗都关起来 大声大声地哭 在那边喊在那边叫 我不晓得 他不敢把这情绪带回来给我 我只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孩子看起来就很好 为什么他哪里有问题我不知道 后来第二次住院 他在家或病房太久的时间 他整个 本来抱起来都可以停停的 结果回来八个月了 回来就 住两个月以后的医院回来 整个人都瘫掉了 瘫软就是 对 就是没有办法抱着纸吗 没有 没有办法 他整个跟麻糬一样整个是软的 麻糬一样的软 对 他眼睛本来有焦距的 后来完全是患散的 有什么表情 或是怎么样可以跟你们互动吗 你们逗他 会有反应 也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也不会笑 也不会哭了 就好像是 好像灵魂不见那种感觉 他眼睛不会看你 也哭都不会哭 不会哭 所以我想说他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这个表情是没有了 他的那个喜怒哀乐完全都没有了 我想说那是不是 等他肚子饿 我泡牛奶 肚子饿总会哭吧 对 那四个小时还没哭 我等五个小时 等六个小时 我曾经等到八个小时 结果他还是没有哭 你知道吗 我吓到 我说会不会给我饿死 赶快泡奶给他喝 他不会哭了 那你怎么面对外人的眼光呢 跟客人哭得的时候 因为我客人常常会来跟我讲 你怎么生一个软骨的 你怎么生一个 你这个孩子会不会前世的因果 你欠他的 他这辈子要来还债 你会不会常常一边帮人家 做头发一边掉眼泪 会啊 常常这样 我都忘记哭了 都忘记怎么笑 反正就是 我觉得好像是灵魂也空了 你自己也是这样子 也不会笑了 很久都不知道怎么要笑了 因为他不会好啊 完全都没有转机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去帮忙他 怎么去处理他 那时候我娘家妈妈 就整天打电话给我 叫我说要去庙里面拜拜 要去什么宫什么庙 我到处去跑 我妈妈跟我讲 说好 我到处去找 后来 他拿手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我妈妈叫我说 拿了很多很多的符 他就去问那个当机 就拿了很多符给我 叫我去加护病房 帮他擦澡 就又不能在外面烧那个符 我在家里把它烧好以后 把那个水带出去 带着去 每次去看他 就把他涂到全身都是黑黑的 就好像一个小黑人 就把他擦 全身帮他擦 只要人家跟我说 这家庙很灵 要去奉献 要捐钱 我都照单全收 他说要印什么功德书 要怎么吃素多久 我们都做了 先生也是这样 我先生 他也是就载着我到处去找 对 我记得我家里面 我妈妈叫我说 拿了很多一大笛的符给我 我把家里面的 我那时候没有跟公婆住了 搬出来以后 我把窗户 门 大门 小门 全部贴很多很多的符 那时候我觉得说 或许这样贴着我 心里不要有平安 因为真的很害怕 非常害怕 心里真的没有 没有安定下来的感觉 如果我们没有 我害怕每一个细节 没有做好 影响这个孩子 他抱着我 他跟我说 我们教会 我们好多教会都为你祷告 他说 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听到说 不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好高兴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心里痛苦 我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讲 我也不敢跟我公婆讲 他们跟你说 你不是一个人 好多人在背后为你们祷告 长大后的喧嚎性情稳定 跟过去截然不同 当年孩子生病 做母亲的刘百合 请其所有 只愿孩子状况好转 然而结果却是屡屡失败 最后心力交瘁 真是好累 小孩子生病的时候 他常常要抱上抱下 抱紧抱住 还有很多时候 他一定要跟孩子说 这个可以 那个不可以 要他的那个生活 建立生活的规范 还有左膝 生活等等 讲到南带 没有可以比的啦 人家普通感冒生病一段 他是长期来那么多年 要怎么去表示 你看他的鼻子耳朵 都长得蛮干净的 我那个百合 跟他清洗得蛮干净的 他现在如果大小便还要他 转型来蛮百合 蛮算蛮善良的 妈妈他所要承受的是 这样一个孩子的照顾过程 成长的一个环境 包含他未来的将来的一个过程 怎么办 然后加上很多的异样眼光 还有很多的一些传统人不谅解说 他是不是怎么了 就是会把自己的孩子拉走 然后不要让他靠近轩毫 然后我觉得婷婷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他也是在团契在辅导的时候 他也是痛苦 然后我都会觉得很舍不得 轩毫他 你说他就像是麻糬一样这样软软 你要怎么样去照顾这孩子 因为随着年纪越越大 也都没办法做什么的 我那时候我就 一个礼拜有七天 我六天去带他去做复健 刚开始到那个大医院去做 教学医院 我发现好像效果不好 他做职能跟物理 还有语言 完全没有想 后来讲说 我们住家那附近比较近 一个礼拜做六天 每天带去做 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来就有申请一些他的扶具 扶具 对对 那个扶具有站立架 给他学站帮着 给他固定学站 一天站个 一次半小时站个两三次 所以你让他学站他都多大了 那时候两岁多了吧 都两岁多了 两岁多 他还完全不会站 对 还有学做 有那个三教义 这样做给他帮着 给他做着 而且像这样的孩子 是不是连点小感冒 一些小状况 其实都会 对 都不能让他感冒的 一感冒就怕他发烧 一发烧就抽筋 所以我都不敢 他只要一感冒的时候 我眼睛不敢闭眼 我整天晚上盯着他看 因为我怕他抽筋以后 缺氧过久 需要可能 需要看医生的话不能 晚上不敢合眼 有时候觉得 我为什么把我的人生 搞成这个样子 我对人家 我都是真心的付出 为什么会带一个孩子这样子 我曾经楼上往下看的时候 我发现说我不敢往下看 因为我有想要挑下去的感觉 那种情境 好像蛮久 蛮久 我不敢往下看 你怕你自己真的要挑下去了 真的 我觉得那个 好像承受不住的那种压力 这样状况 后来怎么出现转机的 有一个黄妈妈跟一个刘妈妈 他们都是基督徒 他曾经问我 黄妈妈曾经问我说 要不然你来信我们的耶稣好不好 我常常回答他 我说黄妈妈 你不要搞笑了 那耶稣是外国的神 我的祖宗拜的神 我阿公阿嬷 我爸爸妈妈 我姑娘婆拜的神都没有效 耶稣都没有效 我说好 以后我再去相信他 我以后再相信他 现在还不行 因为我觉得看不到 因为我们在庙里面看到 有偶像 有形象 可是耶稣在哪里我不知道 我还在跟他说 好 谢谢你 以后再说 然后你又一直觉得他是外国人 对 我说他外国神 要来救我们可能太困难了吧 那后来怎么愿意去试试看的呢 因为一直长期的失眠 有一次晚上 我睡不着觉 我非常难过 我突然间五六点六七点 我醒了 我很想睡就睡不着 睡不好 我跟我先生说 你好不好去拿一次棒棍 给我把我敲圆好了 让我脑海里面 不要一直有一些想法 后来我先生说 看我这样子 结果两个就抱头大哭 后来 那我去信耶稣好不好 我先生说 好吧 随便你高兴就好 你只要不要叫我敲 把你敲圆就好了 那时候就说 好 我要信耶稣 从那天说信耶稣开始 那我就跟我小叔 我小叔是我们家族 第一个信耶稣的 信主的 我跟我小叔说 我说你好不好 请你们教会一个妈妈 她常来看我 我说可以请她来 带我祷告吗 她说好 那一天第二天 大概十点多 那妈妈就来了 她抱着我 她哭到稀里哗啦的 我说奇怪 她怎么哭到这样子 她比我还难过 对对对 她说我们整个教会 都为你祷告 都为你祷告 后来我就问她 那我要怎么祷告 她教我时候 她就说 你就很简单 她就教我最简单的 主耶稣我需要你 求你与我同在 你帮助我 谢谢你安门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想说 这样好像很快 不用讲地址 不用讲名字 就觉得很好 那天傍晚 我在洗菜的时候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很开心你知道吗 不知道开心什么东西 我就突然想到 我小说 谁带我小孩子 那个大子跟老二 去煮日学 那时候 他常回来会唱歌 唱诗歌 我突然就想到 他们唱诗歌 我就跟着哼起来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唱什么 他就唱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告诉我 他们就很可爱地 一直唱 结果那天洗菜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我就哼了 哼哼 都跟着唱出来 奇怪 我怎么感觉 越洗菜越开心 我不知道我高兴什么东西 好像感觉 一直想要笑起来 一直感觉那个重担 好像一直轻 第二天我就打电 问他妈妈 我说 游妈妈 为什么你昨天跟我祷告以后 我傍晚再洗菜 我怎么洗菜起来 我会唱歌耶 那刘妈妈 那个对面 一个刘妈妈 一个刘妈妈 有好几个妈妈 他们都耶基督徒 后来刘妈妈说 他抱着我 他跟我说 我们好多家伙都为你祷告 他说 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那时候听到说 不是一个人的时候 我好高兴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心里痛苦 我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讲 我也不敢跟我公婆讲 我觉得我生命已经要结束了 但他们跟你说你不是一个人 好多人在背后为你们祷告 后来 曾经有一个教会的牧师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说到新竹 大概宣豪大概周岁 大概周岁的时候 宣豪那时候已经是意识都涣散的 他完全都不会 不会笑 不会哭 祷告完不是要说阿们吗 就宣豪会说阿们 我们吓到 你没有听过他讲话吗 没有 那一岁 他正常的孩子一岁不见得 也不见得会讲 他会阿们 跟着讲了三次 结果后来教会帮你祷告 你也开始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 宣豪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不对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 我不知道他那时候还没有改变 我常常跟上帝说 那时候他已经两岁多了 应该早就要吃副食品了 就我每天都熬稀饭 我每天都准备稀饭 给他一粒也好 就每天这样尝试尝试都没有用 他一天喝牛奶 我就固定四个小时可以喝一次 喝牛奶我就祷告 我说上帝啊 我看不到你 我也不认识你在哪里 请你帮助这个孩子 让他可以喝一些 吃一些副食品 让他可以长大 就我就每天一天就六次 就喝几次我就祷告几次 我也不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听 有一天一个传道来 前一天吃都是一粒饭都没办法吞了 那天中文开口了 他开口的时候吃了半碗稀饭 还一直炒药 结果后来那天 那一次稀饭吃了一碗 我跪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感谢 后来我带他去做复诫 因为持续做了三年多都没有效 我想说那先给他休息 休息完我也累 我想说那休息还不要做 结果大概四岁 四岁了吧 四十五岁了 他居然慢慢地会从 我在工作的时候 他坐在那娃娃车 那婴儿床里面 他旁边都躺着 后来慢慢地会坐起来了 会坐起来了 坐起来手在旁边 两只手会抓住那个栏杆 坐一坐坐一坐 就会慢慢会 慢慢会站起来 你知道吗 哇 站起来他好开心 会笑了 他笑了 嗯嗯嗯 他一直叫我看他 嗯嗯嗯 一直看手抓着 抓着那个栏杆 我打电话给那个 我常常去做附近的老师 老师问我说 萱嫂好像怎么样呢 我说他现在会走路了 他们吓到他 不可能 不相信 我不相信 那医生说 请你把萱嫂带来给我们看 就你真是带萱 对 医生看到也吓一跳 对 他走路这样子 虽然是 摇摇摆摆的 对摇摆摆 有点像脑心麻痹 手会晃脚会晃 会站起来走了 那时候开始会笑了 诗篇二十三篇 小心一点来好 人人王自我的牧者 我必母子学法 亲心地 吻个亲心地 他必无人能够在听 母子两对唱诗歌 背诵经文 喜乐的心情难以言喻 基督信仰彻底改变了 他们的人生 信主后的刘百合 面对萱豪 有了不同的眼光 即便他在生病 心情却有不同调适 一个程度也累了 又得了一场这个病 他也带到很累 好像心里要放下 他就跟我讲 二神交给上帝去 处理了啦 到了团契之后 跟大家一起聚集的时候 我就看到妈妈那一份 就是有点安心 然后偶尔就是会看见 妈妈就会心想 我要倚靠神 他说他要倚靠神 然后选好他老了怎么办 然后他都会有很多的 一些担心 可是他就是每一次都会说 那我会努力地祷告 然后我相信神一定会做 最好的安排 对 选好两岁他就信主了嘛 那已经信主二十年了 所以在这二十年当中 他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的勇敢 非常坚强 而且非常的依靠神 那他刚来教会的时候 教会有教会的成年人 就看到他带的孩子 就会很难过 就会觉得说你好辛苦 那去探访的时候 去他家为他祷告 他就会哭 就会替他难过嘛 几次以后百合就会告诉我说 你告诉那个弟兄 说你不要为我哭 我没有那么难过 我没有你想得那么难过 或者是说我好可怜 我带着炫 他说没有 他说我已经靠着主 给我很多的力量 我已经非常多的恩典了 我真的是一个做妈妈的心 看到了孩子 终于到了四岁的年纪了 状况有大幅的起色 觉得这孩子有盼望了 结果又生病了 四岁多的时候 有一次感冒 感冒有引起大发作 医生说这个送家户病房 我跟医生说 医生不要救了 我真的累了 我说我真的累了 因为一下好一下不好 现在又比较好一点了 我又很怕他又退步了 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 对原点 又像麻吉一样我很怕 我跟医生说 医生我不要了 我不要救了 就我教会一个传道来看我 他跟我说 你不可以这样祷告 你怎么可以说你不要 你跟上帝说你不要 你也跟神这样祷告 对 你就说神拿这孩子 我没有办法了 对我太累 你交给我这中担 我没有办法 传道跟我说 你不可以这样祷告 你要跟上帝说 上帝啊 请你解救这个孩子 如果可以 你把他 让他更进步更好 如果不行 所以你的意思要把他带走 你不可以说直接我不要了 那时候医生跟我说 那有心理准备 叫我说要帮他办后事 要心理准备 那时候我婆婆就跟我说 要跟他买什么买什么 都跟我讲买什么 那个时候我先生开刀 脚开刀 我宣讨住家户病房 刚好我小叔从美国 他年叔回来 他就载我去 一天去看宣讨两次 家户病房 又去看我先生 就只能这样跑来跑去 就在一边跑 对就两边跑 跑来跑去的时候 我有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现在很忙 你知道 请你帮助我 你让我有足够的体力 让我白天要工作 我晚上要好的睡眠 结果那时候 很多邻居都会安慰我 要开口的时候 他们都哭到稀里哗啦 那时候为什么 人命运这么坎坷 就还是我去安慰他们 我觉得那一阵子 我可能是 完全是交托给神 因为你没有办法 我自己也没办法 真的 我觉得那个力量 不是从我来 后来他出院以后 我很害怕他不是退步 他居然没退步 反而进步了 反而更好 他眼神更锐利 会盯着你看 之前是患散的眼神 我那时候在想说 上帝谢谢你听我祷告 我在想会不会是 上帝会不会想说 这个作品不好 我在想会不会是 把他砸碎了 他重新一片一片地修复 我觉得那次回来 有进步 有进步 后来就带他去找四岁多 快五岁就找幼稚园 因为在家里我们都照顾他 非常非常好 我想说这个孩子去幼稚园 有办法去跟同学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那种 这种特殊的小孩 老师很厉害 我居然可以看他排队 他可以进教室前 要把鞋子脱下来 脱下来放鞋柜才进去 敲门才进去 我那时候吓到说 老师怎么那么厉害 这么守规矩 在家里还不是 都是 叫你过来帮他脱血 他不讲话的 我们老师常常说 妈妈你不可以帮他做这个 你不可以帮他做这个 他有那个能力 他可以激发出来 所以他进入到团体生活 进入到学校 也念国小 但也是特教班 对 学习的状况 到小学以后 到四年级才慢慢地 语言开始要讲话 叫爸爸 爸爸讲得很好 他不叫妈妈的 姐姐好像也会 哥哥好像都会 都不会叫妈妈 不要跟我 是不是有仇 我不知道 不叫妈妈 后来有一次老师 他们学校 他们班上老师想说 是不是母亲姐到了 要说妈妈我爱你 他一直要讲这句话 叫不出来 怎么逼都逼不出来 后来老师说 那部长叫阿布好了 后来 学习好 你说阿布 他就开始叫阿布 就看到我来接他下巴 老师 阿布 阿布 他就很开心 会叫我阿布 对 那母亲节的时候 他不是叫 他不是说妈妈我爱你 他居然讲了一句台语 他说 一心只爱你一个 我那时候听到那句话 我真的是 小时吧 到小五的时候 他居然说妈妈爱你 就讲那 他其实他不会说 现在话都没有办法说 没有办法表达 你听到他这样跟你讲 你的感觉 很开心 感动 因为我真的在他身上 投出很多很多的欣喜 跟很多很多的金钱 当他会叫的时候 真的很感动 这一路走来很不简单 其实也为他祷告 对不对 然后也在这祷告过程当中 看到他很大的进步 对 有一天晚上 我睡觉 我就一个梦境给我 那个梦境 非常非常鲜明 他叫我 我睡着 他叫我 他一直叫我孩子 孩子 我不晓得谁他叫我 他说你辛苦了 因为我怕他讲的话忘记 我都把他写起来 我现在还拿出来上去看 他一直叫我孩子 孩子 你辛苦了 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 我都知道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怕 我与你同在 你要 你从现在开始 你要改名 你要叫百合 百事都好 百事都合 你要叫刘百合 他这个话讲了三遍 他就摸着我的头 一直讲这个话 就摸着我的头 他说你不要害怕 从现在开始 你会越来越好 你会越来越顺利 我听他讲这句话 我就觉得说 奇怪这个人是谁 我不认识他 为什么知道我受过那么多的苦 突然感觉我好像内心 然后又被 被触摸到那种 很深层的触摸到感觉 我就一直哭 从头到尾都在哭 我发现从那一次大哭以后 那梦里面大哭以后 后来我觉得 心里平静很多 我不晓得这个力量 让我心里面的那种改变 真的改变很大 这辈子好像是说我认识他 又好像跟他很不熟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聊天过 那一天我在祷告之后 我就跟神说 有一天我们都回到田家了 他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他就可以好好跟我说话 可以告诉我说 他喜不喜欢 到底是不是喜欢跟我出去玩 吃那些东西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爱我 男人中为徒 你爱流泪是我 永远不变的一世 这一生都是祝福 笑容满面高声歌唱 宣豪在小组团契 表现轻松自在 因为他的身边 有心爱的姐姐刘应廷陪伴 这位姐姐不为外人眼光 付出关怀与疼爱 同时宣豪的直率天真 在这里因为有教会弟兄姐妹的爱与接纳 反而成为全场的开心果 这是什么 鼻子 这是什么 耳朵 这个呢 耳朵 这个 耳朵 这个是什么 眼镜 第一次看学校觉得他很帅 很帅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情况 所以可是看看久了 跟他们相处 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 而且他很棒 他会被主导我 也会念诗篇二十三篇 然后他非常的乖 对于姐姐对他的家人这样 哇好棒 看到我就是 欸叔叔真的 然后我其实也在大学生而已 然后他也会跟我互动 然后会拉我 会跟我握手 然后我 我只要稍有移动 他就会想要说 我是不是要离开 就会跟我说 拜拜 拜拜 这样子 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个性 真的是一个很天真婆婆的小孩子 就是很像一枪白子一样 然后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小孩子 然后他可以感到感到我 让我觉得我可以 也可以跟他一起一样开心 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团契的活动当中 他就成长了 有一些他三岁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 他好像就突然之间的话语变多 然后他会表达他想这么做 不想这么做 对 今天除了这个白小姐之外 轩豪跟姐姐硬挺 也来到我们现场 很不简单的轩豪 嗨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有轩豪 有轩豪 轩豪你是不是喜欢唱歌 真的 唱什么歌 有硬挺 有硬挺 我想讲姐姐的名字 轩豪你几岁知道吗 23岁 23岁了 可是他智力就跟那个 我看跟我邻居的孩子 三岁不到三岁吧 就大宝宝 可是两三岁孩子最可爱 有的时候 很可爱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可爱 有 有觉得自己很可爱 平常姐姐其实照顾他很多 因为我非常喜欢他 你跟弟弟差几岁 8岁 8岁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就是 那时候我8岁 小一的时候 对 我看见他在保温箱里面 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大家都是平躺 只有他是测睡 所以我就跟大人说 弟弟怎么那么奇怪 能不能让他躺正 我想看他的正理 就跟护理师说 只要一摆正就开始哭 就是一直哭 但是他一测睡就不哭了 然后我们就试了两三次 反正一躺正他就哭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 他的背后有一个手掌大的黑青 对 所以后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是在加护病房 他全身都是真空 我那时候真的很难过 因为我没有想过就是 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 竟然从头到脚 全身都是动 都是插过真的动 那是我对他第二个印象 对 所以我再进加护病房那一次 就是在有进展之后 又进去加护病 四岁的那一次 对 那一次 那一次我妈有打电话跟我说 她说 弟弟状况不好 对 不好 可能是就是要放弃了 然后我的心就恨 我从来没有这么 这种这么强烈的情绪就是恨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今天很爱他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放弃 怎么可以说 就是我们大概要放弃弟弟了 在我在大一点之后 我才能够理解 就是如果今天父母说要放弃 自己的小孩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那一定是不希望再看到他受苦 你怎么样来看一个 这么特别的弟弟在你们家 小的时候其实看到他的状况 也很揪心 虽然你自己也是个小孩 对 可是可能因为年龄差得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他像是我的小孩 对 我觉得他是我的小孩 所以我从小我就常会带他到处出去 或是跟同学在一起 我也会带他一起去 因为我都觉得 招片刚刚有一张是带他到海边 那是第二次到海边 然后他第一次踩在海水上面 然后浪来了 他就很紧张跳一下或是什么的 然后那一刻我就忽然有一种 惊吓的感觉 原来他是正常人 他这么正常 所以我开始我就会 我一直带他到处去吃吃喝喝 吃什么吃到饱 吃汉堡 吃什么什么 只要想到什么好吃的 我都想带他去 因为我都觉得 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如果我们总是把他当成 是一个生病的人 把他放在家里 那他永远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 百二姐 你看这女儿这么疼 这个弟弟 对 很感动 感动 上帝派他来当选好小妈妈 当选好小妈妈 对 他非常爱她 他常常带他去逛搜狗 他垫子那么高的高跟鞋 这样拉着他 他都不会怕人家一样的眼光 我觉得好难得 以后结婚了 我的男朋友就是 以前刚认识他的时候 可能是不太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然后我也曾经满怨过 就觉得你不能很爱我弟吗 或是说你跟他出去玩 你为什么不多牵他 还是多照顾他 可是他可能不太知道 怎么跟他相处 但到后来他变蛮多了 甚至 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去动物园的 然后那一天就是 因为他很想上厕所 但他不敢说 就后来那天他 真的是憋太久了 最后到厕所去的时候 已经是打了整个都是了 对 但最后都是我男朋友 帮他亲的 这是第一次 还有第二次更严重 就是我们去调婚戒的时候 我们也带他去 然后他也是 因为就是跟漂亮姐姐说话 他就很害羞 一直这样子 后来就觉得他怎么感觉有点怪怪 好像很想回家 就一到厕所 也是以为他就跑到小便池那 可是裤子一拉下来就全部都掉下来了 后来我男朋友就把他推到马桶去 开始自己一个人就骑那些东西 对 但是这时候外面有很多男生都进来要上厕所 所以我男朋友就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一直跟他们道歉 然后就很急打电话跟我说 你快点他现在就是裤子也是 内裤也是 衣服 袜子 鞋子 都脏 所以他就全身全部我都去买新的 哇 对 所以我就其实蛮惊讶我男朋友 其实 其实我男朋友可以做到 也许我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叫他哥哥还是叫 对 他叫他哥哥 叫什么哥哥 好像都叫他名字比较多 喜欢 喜欢 书 书生呀 喜欢书什么 书生呀 喜欢跟他一起玩吗 有 有喔 他有照顾你对不对 是 对你很好有没有 有 有曾经有这个念头觉得这个弟弟是自己的负担吗 觉得是我的责任吧 不是负担 但这个责任会让你觉得扛起来很辛苦 我其实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我总觉得 如果以后爸妈不在的话 大概只有我能够就是 因为爱他的照顾他 而不是觉得他是我要背在身上的一个 就是 包袱之类的 对 有因为弟弟的状况怎么样跟神祷告过吗 有 我每天都在为他祷告 每天都为他祷告 对 就是希望他可以越来越好 但虽然是不知道是能够到什么样子 但是我就是每天都在为他祷告 至少他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能够自己来 或是有一天 我不知道有一天 就是我也是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从来这辈子好像说我认识他 又好像跟他很不熟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聊天过 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 有一天我们都回到天家了 那他一切都恢复正常了 他就可以好好跟我说话 可以告诉我说他喜不喜欢 到底是不是喜欢跟我出去玩 吃那些东西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爱我 是啦 一定是 只是你们可以聊一些 更多不一样的事情 对 对不对 对 看着妈妈会不会有时候 现在长大会觉得也很心疼妈妈 其实我觉得他的生命是改变很多的 从以前是很压抑 很压抑 然后自己痛苦 他也从来都不跟我们说 他自己心里的那些难受 从来都不会 但是他现在开始自己 可能开始 开始接受耶稣之后 他的整个人真的都变了 变得开始活泼开朗 对 开始要表演啊 然后唱歌啊什么 他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子 现在也喜欢跟儿子一起唱歌吗 会啊 唱歌在煮菜的时候 他一句我一句 他一定也 我要向山举目 我就跟着念下一句 他背诗歌 对 感觉这个家里头气氛 跟以前从云产物 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所以白小姐 最后还没有想要 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的 感谢耶稣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及时的拯救我 因为他说 只要奉他的名 祷告 不管求什么 就会得着 有心会得着 姐姐有没有想分享的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很多时候都是着急 然后很希望 可以快点得到一些回应 对我们在低谷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就像我看他的一路这样走过来 其实进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 但是他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进步 所以我真的觉得 非常感谢上帝 在我们家所做的一切 在我们只想着靠自己的时候 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 到了最后才知道 原来上帝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陪我们走了这一段路 所以 以后还会陪你继续走下去 对 所以这真的是很美好的祝福跟应许 这一路走来的过程 真的人家看的是很辛苦 你们自己在的当中也非常辛苦 可是再回头去看 让你们最辛苦的这个孩子 某种程度也是你们的喜乐 我觉得我看了他 其实笑笑得很开心 很开心 对 跟你们之间的互动 曾经有一个妈妈跟我说 她说 你知道吗 你现在看着他是很苦难 很辛苦 你知不知道上帝给你的应许 他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这句话我听不懂 我熬了十八年我才知道 真的是祝福 而且对宣浩这样子的孩子来说 他也信耶稣 而且他的信是更单纯的信 对 在他生命当中 这种饱足跟喜乐 其实有时候我们外人 还很难想象 对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我想对每个做爸爸妈妈的人而言 生命里面最大的无能为力 就是面对孩子的问题 孩子的困境 我想很多的父母亲说 宁可是我 我出事 我有问题 可是当这些问题是在孩子身上的时候 那种无力 实在是让人非常非常难过的 其实在百合的分享里面 我自己很深地被触动的是说 当四岁的那个时候 孩子又再一次落到疾病里面的时候 他说 不要救了 一个做母亲的人 那么爱自己的孩子 为孩子付上了所有的一切 而他说 不要救了 你知道那种里面是一个多深的绝望 不只是 我撑不下去 是我要让这个孩子继续这样受苦吗 一个母亲说 不要救了 里面 那是多重的一个伤啊 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这样一个无助的 无能为力的 好像无路可走的母亲 她的人生怎么样走出她的困境呢 孩子们到教会去 学唱了诗歌 回来 我听到他讲说 当那首诗歌在他的心中不断地 他自己也开始哼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 那些基督徒告诉他说 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 我们在为你祷告 你不是一个人 我相信那一句话深深摸着他 他不是一个人 也许你也正在一个很深的困境里面 我也求主今天对你说 你不是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 有许多人关心你 有许多人陪伴你 而更重要的是 这一位恩典全能的神 他陪在你的旁边 他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就是他与你同在的意思 神与你同在 你会看到这一集的真情部落格 因为神与你同在 我求主是恩 好像百合说 他说 耶稣你是谁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你 我不认得你 但是如果可以 你让我的孩子至少吃掉这碗稀饭吧 他开始真的惊艳 这一位神不只是唱唱歌的那一位神 他真的听了他的祷告 他的孩子把稀饭吃下去了 你正在这样的困难里面吗 你正在一个你自己的困难当中吗 试试看 跟主说 你也许也不认识他 你便跟他说 如果你是真的神 你知道我现在真的走不下去了 请你帮助我 主啊若有人现在正在这样祷告 我求你给一个恩典 让他真的惊艳 你是以马内利的神 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的 你与他同在 而且你伸手帮助他 带他走出他生命的困境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跪下来祷告 这一位以马内利的神 真的听你的祷告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